用數字看臺灣掌握最新財經脈動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在這收看本週的數字臺灣 那麼在這個禮拜當中 我們要來看看在整個縣市長的 評比排行當中 一直名類前茅的潘孟昂縣長 這次從特別從屏東北上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我相信在這一次的這個陳時中到屏東 第一站就是到了屏東縣 那麼去看潘縣長 那麼在這個 他把他的國理的推動 第一站放在屏東縣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在這段時間 那麼潘縣長是他已經進入到第二任的任期 那麼屏東縣在他主政之下 那麼在全臺灣的能見度滿意度各方面都名列前茅 所以今天我們也是邀請到第一名的縣長來到我們節目現場來談談他對整個南臺灣未來的發展 屏東縣未來的發展展望 那麼在之前我們來看一下這禮拜當中幾個重點 第一個大家我相信在這個禮拜當中李登輝前總統的事實引發大家高度的熱烈的討論 那麼我特別留下一個照片 我想李總統在他這一生當中他對臺灣在完成民主改革 這個盡心盡力我相信在他走了之後他留給國人更多的評價更高的評價 我相信我們看到包括在總統的直選也包括在洞省 然後同時在黨的改革一直到收復的這個軍這個國防的軍權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在那個時代當中啊 從九零年代開始有很多的驚濤駭浪的這個往事啊 那這張也是李總統的手稿 那麼他對臺灣的半導體產業 他其實非常的重視 他告訴我說他每天都不斷地在研讀有關半導體的書 那麼也包括物聯網 你看到他講到物聯網產業裡面 他說第一次產力革命是蒸氣 到第二次是電器 第三次到電腦 那第四次他認為IoT 他也認為說台積電會是臺灣的復國神山 那麼現在看起來他所構造的一個對臺灣的經濟的路徑 也包括他對產業的衝擊當中 他特別提到他製造業的服務化 那另外他也認為說 將來的產業要從大量生產到客製化 那麼對公集的這種製造的最事化 那這個都是李總統在他學習的過程當中 他一生歸結的結論 我特別把他的手稿給留下來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一個政治人物 如果他能夠很專注的在閱讀 然後去思考 然後有中心思想 有信仰 我相信他的格局會更大 那第二個我們來現在看看 在主基礎公佈 今年第二季的GDP 臺灣是負的零點七三 是金融海嘯以來最差 但是大家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我們的負的零點七三 在這一次疫情當中 全世界都一樣嚴重 大家看到美國的第二季 GDP是下跌百分之三十二點九 我們負零點七三 他是負三十二點九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南韓是負的 這個G衰退三點三 而用連對連他衰退二點九 同樣情況是嚴重 所以南韓經濟面臨二十二年來 最大的危機 這當中香港的第二季 是連減百分之九 大家可以看到香港第一季 也衰退百分之九 第二季是衰退九點一 情況是險惡的 那麼印度大概第二季經濟會衰退 高達百分之四十五 情況比美國還慘烈 我們看到歐元區 大概衰退百分之十二點一 這個數字也很驚悚 是美國第一季四點八 那麼我們看到德國的第二季 衰退百分之十點一 這個一樣大 那歐盟是衰退十二點一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樣的一個經濟的衰退 是前手未見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另外一個是 在這一次的香港危機當中 財政部長特別提到 他都至今有看到香港的錢 慢慢匯匯台灣 那也造成台股在這個禮拜當中 繼續寫下了一個傳奇的紀錄 那未來發展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禮拜 蘋果把股票要分成一股再拆成四股 在這個時候蘋果的市值已經來到一兆九千三百五十億美元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一家公司 現在你看到全世界第九大的國家 意大利 他的國家的GDP 國民總守得毛額是一兆九千四百七十億 他已經被蘋果追過去了 那後面是巴西 你看到如果蘋果把他當成一個國家來看 蘋果現在在全世界排行榜是第八 那這個是大家可以想像的 另外這次NVIDIA要去詬病這個ARM 那英國的ARM的這個公司 照最後花落誰家 值得大家高度來關注 另外我們看到 這個廣達的股價一度超過鴻海 這個在代工產業當中 開始出現新的變化 那麼大家注意到 郭董現在對這個力訊 去買的偽創他非常的在意 但是大家可以可以注意到 印度的市場開始出現巨大的變化 這張圖大家看到 印度現在手機市場當中 中國大陸從小米開始到VIPO 一直到OPPO 大概佔印度百之七十五 而蘋果本身在印度市場佔不到五趴 這個時候中印交惡之後 那大家可以看到三星的手機的市場率 開始從十六趴到二十六 那我相信蘋果一定會想盡辦法 他把中國的供應鏈交給綠訊 但是在印度的市場 他一定要靠台灣的代工產業鏈 來幫他打造一個新的江山 這個是未來產業當中 我們可以注意到一個幾個大的變化 那麼台灣的產業能不能從這當中 找到一個新的出入 大家可以肅目以待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跟縣長 來看看他經營的屏東縣 在這段時間我想縣民給縣長 有非常好的評價 我相信在各方的評價 包括這個縣民的幸福感 這個是不容易的 就是說我們過去一直以來 都認為屏東在高雄在南台灣 跟大家這個隔離很遠 這個時候我想你在已經進入到 第二個任期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這一次我特別要請教 我們就從這個地方開始好了 我們看到這一次因為疫情 所以全台灣其實都不能出國 但是這次看起來屏東縣是大概吸納全台灣 這種國旅大概最可怕的 現在看到大概有六百萬人到屏東去拼觀光 那屏東現在在這種觀光的推廣當中 你看這一次你是第一棒 就找到陳時中部長 那時候他人氣非常高 我看你們穿六八寸衫 穿木機 等於把那個屏東的味道 全部那個南島的味道 全部都打造出來 而且那個那一次的行銷 是全台灣最轟動的 所以我們就從這個地方來談起 就是說在這一次的這個屏東的觀光 之前你從這一次 你如何幫忙屏東縣 在這個城市的行銷當中 你是打響了一個非常高的旗號 那未來屏東縣的發展 你有什麼樣一個在整個 旅遊業的發展 現場有什麼想法 謝謝主持人 主持人好 還有我們觀眾朋友 大家平安 我是潘孟安 我想還是要特別謝謝陳時中部長 在國家防疫隊 當二零二零年一開春 大概還沒開春 進入到這個總統大選激情熱潮之後 開始面對防疫的時代 那整個疫情緊繃 造成人民生活的很多恐慌恐懼 甚至很悶的悶在家裡 那這當中我看疫情的整個評估 基本上可能在疫苗沒研發出來之前 基本上很難 那每個國家的疫情一直在提升 那國際的疫情嚴峻 國內鎖得住 那尤其在五月二十三號 在之前那以這樣的一個背景 那我們在屏東本來過去就是以農業旅遊為主的 那以單一縣市而言 除了桃園跟臺北是一個門戶 這個進入的路徑的門戶以外 單一縣市大概這個觀光的人潮最多的就在屏東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在整個觀光的元素就做好整備了 整個地形地貌 屏東多元元素等等 尤其這幾年的觀光 不單只是國內的觀光 包括整個國際上 從這個阿拉伯世界 甚至杜拜的學校 網紅 中亞 中南亞 東南亞這裡 中南半島 東北亞等等 這些整個遊客以外 包括港澳 這個成長率都很高 但是疫情一來之後 整個首國這個境外 路徑儘管之後就麻煩了 那整個以旅遊業為主的 或是整個相關周邊產業 那整個會是一個經濟的 一個慘頓的時候 那剛好在我們國家防疫有成的當中 這個疫情指揮中心 決定在五月份 在五二零之前就已經聯繫了 就希望說從移出 從這個室內的一個疫情指揮中心 能移到戶外 第一個選擇就在屏東 就開啟的防疫新生活 而當中我們也大概做了一些整備 在這個防疫新生活 從疫情指揮中心移到屏東 是唯一的一次到戶外去到屏東去做疫情指揮中心的一個防疫 新生活的開啟 那我就要抓住這個機會 就好像屏東一直在找機會 一直在抓住機會 燈會也好設計槳也好 只要抓住機會 我們就把屏東的元素整個展露無遺 那這當中你也想我們國旅一年有一千三百萬人次是凹棒 是出國的 對 那這些人沒辦法出國怎麼辦 一定在國內 不可能一點 那所以我們要提早做因應 怎麼去把屏東的流元素透過這個後防疫時期 防疫新生活 透過這樣來做宣導 所以陳部長剛好是我們把一些防疫新生活 就這樣帶入到整個這個場景 從裡面的地景地貌 民情風俗 整個美食等等都把它去扮演一個串街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整個串起 這樣的一個防疫時代的一個旅遊 那當然五二三之後我在六月十一號 我也自己帶隊一天裡面跑北北基陶 甚至跟台南 也跟那邊縣市時間聯絡 雖然一天裡面跑很累 但是我們把屏東的優惠措施 把屏東旅遊動線 也歡迎北北基陶所有各個鄉鎮 縣市不管是中部北部 我們都希望來到我們屏東的鄉鎮 這樣的一個往返 那因為畢竟主要人口都在 北北基陶就佔了一千萬人口 那當中裡面 當然中部也是我們行銷的一個方式 那以這樣的一個模式 讓整個讓人潮進來 那最重要是這樣 要跟主持人分享 我們也同時邀請 要求我們的業者們 不管你從事在旅遊相關的服務業 品質要記得 這個時候就是要提升的時候 所以在上半年度的防疫的時候 旅遊業蕭條 剛好官方局有一個補貼 我們就拿來做教育訓練 我們就拿來再自我提升 從整個服務面 從整個這個品質 怎麼樣讓自我提升 不要因為人潮一來 前潮一來 就整個品質就拉低了 那我想這不是國人所樂見 這個等一下回來 我們再跟縣長談一下 就比方說像墾丁大街 經常以前都傳出來說一盤菜 賣五百 這個大家就糾紛 那這個就是說在那個旅遊的過程裡面 這個旅遊品質如果你沒有提高 其實會滿肚子氣 那這個就是說我們現在在屏東 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竟然在電視上看到 大家會覺得說消費定價不實 或是他顧客跟這個服務的品質太差 所引起的糾紛 那這些這次有沒有改善 包括屏東的美食 我們到屏東去尋找美食 這也是一個 那如果說屏東在景點跟美食 他能夠兼顧 然後這個城市 其實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其實臺灣有很多的好山好水 跟全世界比 他一點都不輸了 那如果說我們更用心 把旅遊的品質再提高 那我相信這個屏東會在全臺灣 除了花年臺東以外 屏東是很多地方所選的 這個第一個旅遊的目標 那等一下回來就是說 這一次有六百萬湧到屏東 那對現場來講 這是千載男後 就是說我也覺得說 這一次是讓臺灣的民眾 真正這個靜下心來 然後很冷靜的看臺灣之美 欣賞臺灣的各種旅遊的美景 你看那個連小琉球 我看都塞爆了 那這個就是說 這一次這種列出國的 那種旅遊的方式 那對屏東縣未來在觀光的推動 現場接觸這一次 這麼多的人潮涌到屏東 你的感受 我等一下還可以現場跟我們談談 其實在那個大鵬灣的 去年的全聯的燈會 你用很多新科技所打造的 這樣一個燈會 去讓大家開始發現屏東 那對現場來講 你在那個燈會展當中 你也打造出全國的最高的知名度 滿意度也是全國最高 所以這個回頭 我們好好探討一下 在整個屏東的這個 旅遊品質的改善 那現場到底這段時間 你下了多少公務 等下回來 今天我們訪問的是第一名的縣長潘門安縣長 我想 我也注意到您在行銷屏東縣 其實你是卯足了全力 我用了這張照片 你看你對黑鮪魚 你看你在這個這個構圖 包括鮪魚的生魚片 然後你在在行銷 這個這條黑鮪魚是用足的功夫 然後這個屏東的國裡的首選 第一個鐵錠加碼 第二鐵錠貼心 第三個鐵錠好玩 你是身先士卒 來行銷自己的城市 那這個時候你包括所有的自由行 團體旅遊 你也在大打廣告 那這次包括端午節 這個利西瓜 利蛋 你也是跟大家一起來 因為到總統府去了 好 我想剛才要跟縣長討論 就是說在這個整個國裡的 這一次湧進這麼多的人潮 你如何讓屏東縣 你用一個更貼心的方式 能夠包括在美食的提供 包括在就地的服務 能夠完全提升這種旅遊品質 我想這這一次剛好是非常好的轉型 跟提升品質的機會 那我們也跟業者做很多的溝通 不能因為自滿於現況 那當這個疫情解放之後 整個很多都又國外旅遊 那一定會造成我們在原來已經藏到甜頭的業者 又馬上這個回饋到寒冬期 所以我們怎麼樣保有這個品質是必要 所以我們大概在整個職業訓練裡面 包括遊城的培訓 開發了非常多的秘境 我們不希望只有走單一的路線 而是讓它更多元 有山 有海 有部落 原住民部落的生態旅遊 甚至有農場的 有環境教育的 那有親子低碳的自行車的 那自行車甚至有一些到原始的 或是 或是有一些限量的一些 這樣的遊城 我想它會比較會 有一些步道 比方說你現在到墾丁的 墾丁遊樂區再往前一走 那個洛杉豐然後射嶺公園 對 射嶺公園 我上次去看 我看到一大堆路群 射嶺公園上面有陸在跑 這個不容易的 你就是說生態保持也不錯 對 那個部分國家公園的 肯定國家公園那邊的維持 變成它原本的富裕 然後把它放出去 它大概可以奔波在每個地方 那當然這個陸群看起來光光很好 但是對農民是很頭痛的 但是跟頭子一樣 然後這個都可以看怎麼樣保持雙銀 創造雙銀 但是我認為旅遊元素 我們怎麼樣站在消費者的角度 我是一個消費者 我希望來這邊得到什麼樣的服務 我想我們要教育我們的旅遊者 是這樣的 不管是從飲食的 或是相關的桌邊服務的 或是伴手禮 或是這個住宿等等 油層也一樣 那我們要怎麼把油層 我就分成紅層 黃麗 藍 墊子 用這種彩色的油層 串連起不一樣 也有文青 老文青的油層 有些喜歡看歷史古蹟的 讓他把一些的油層去做串接 那我個人 歷史古蹟 大概在恆春最多 因為品種到地 到地都有 到處都有 很多的就是說 每個村裡 鄉鎮之間都有很多的 一磚一瓦的傳奇故事 那這些客家有客家的特色 火房 這個原民部落 有原民部落的一些傳奇的故事 那在平原裡面 或是在沿海 他也有農村漁村的不同的面貌 那所以這屏東的多元性 怎麼樣我們運用在地的多元性 不要去copy其他國家 或是copy其他縣市的 因為我們在地特色 才是我們最大的本錢 這是沒有辦法複製的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說 在地的特色在哪裡 那不管從山 海之間 那屏東當然有一個地形 有一個優勢 就是多元的族群 多元的文化 那從三千公尺的高山 到平原 到海邊 大概一個半小時以內 就可以到 這是在全世界地形 地貌 地理位置很少 有山有海 這個景觀在全世界也少有 對 對 對 我們去包裝這種特色以後 我們也同步從過去在今年疫情 未來之前是在國外的行銷 那今年我們特別去把它設計的像團體的遊客 包括自由行 包括背包客 那我們來講剛剛這個我碰到一個朋友 早上搭這個高鐵來的時候 他說他也去到臺灣 屏東去玩 玩個五天 我說你到屏東要講 五個太陽 四個月亮 他說什麼叫太陽 我們原民部落 原住民講的 對 就是說到這個 他們有開發一些油層 讓老闆找不到的油層 有爆乾油層 對 就是在那個地方就是用GUSO的那種形象的語言 那這當中裡面怎麼把品質拉高以後 怎麼帶動 那我認為這個後疫情一解封之後 那怎麼樣讓這個持續維持這樣的品質 那我們也要我們的消保官 甚至管理 將官旅遊的這個行政聯盟也要去做相關的陪伴 集合等等 那當然業者的致力也是很重要 那不要因為有很多 如果有更過多的投訴 那當然新的景點的開發也很重要 而這個開發是以大自然為主的 能夠融合他地形地貌的特色 那以我 我自己自己成長在恆春半島 對 所以我從過去的傳統 農村 漁村 看到一個觀光聖地的一個對變 從這樣的成長 造成整個地方產業鏈的革命 那這個可以看到觀光帶來的效益 那當然這當中裡面 我們在推動觀光也面對剛好國旅的一個爆發 那包括整個這個品質怎麼樣去提 我認為這個部分未來在政府 只要一國旅一推動 這個經濟的 cycle一定推動 一定阿公阿嬤出來也好 或是家人旅遊也好 他一定要加油 加油一定要打發票 那住宿 住宿也有發票 包括買的美食 或是伴手禮 這些都稅裡面都會讓政府得到得益 所以政府去刺激 甚至補貼這些都是讓整個經濟帶動的一個引擎 所以我認為這個本來 但我以前在跟總統開會的時候 我跟他開玩笑 國旅是帶動國內經濟的一個 cycle 這很重要 那所以當然我們看到交通部 觀光局這樣推動 對臺灣是一個很正面的 導臺我們國內經濟的一個輪轉 要不然現在目前各個國家守國的時候 經濟成長以剛剛主持人開場的時候 我們本來國內國家 我們本來第一季本來是好像是正二點幾 本來主席出了一個預估嘛 我認為一定會哭的 還好我們守住了最後零年級 零點七三 以其他國家來講 這個部分還好 就是我們的國家防疫隊守住了這樣的一個經濟 最起碼還可以穩得住 那下半年度更然會更好 我想剛剛縣長講的 你看新加坡 他既衰退四十一點七 連衰退百分之十二點六四 這個都不得了 那臺灣其實我們有衰退 但是我們算是大概全世界裡面 富的裡面是最小的 這個是一個好現象 就是說到屏東線 縣長 我有時候看到你的臉書 你就騎著腳踏車 到處跟憲民安歇 那個親切感 其實大家會深刻的記印在這個腦海裡面 我覺得 我上次去看到那個原住民部落 那個原住民對縣長 那是充滿了感恩的心 我覺得那個不容易 所以到屏東去的時候 你看到海角七號的拍片的地方 或是你看到這個正宜當年唱那個夜琴 那個對屏東你會非常有感覺 所以我想縣長在這樣一路走來對屏東的 加持 我覺得這個最難能可貴就是說 屏東因為在南臺灣 很少人去重視它 但是你經過這個這樣一路走來 大概進入到第五年了 我覺得在你的經營之下 現在對屏東縣民來講 他們有很強烈的幸福感 這個不容易的就是說 因為在邊垂地帶 你會覺得說 老百姓覺得我當屏東縣民是很驕傲的 這個是一個你在憲政的一個努力當中 我想得到的肯定 這個是最大的 等一下回來 剛才現在竟然講到經濟 我們回來看看屏東縣 將來的產業定位 比方說你看到新竹 新竹有足科 大家想到台積電 那現在竹科 從竹科到中科到南科 這個都跟屏東沒有關係 那我覺得就是說像類似像新竹 現在打造像竹北的生衣的園區 每一個城市 像包括我們現在陳其邁在選高雄市長 他也在尋找高雄的產業定位 我上回到屏東去考察的時候 我也看到很多的像大疆 他們都在屏東 那我去看個中碳 那平南工業園區也做得不錯 那我想縣長將來在你這個任期當中 有沒有什麼想法 要把屏東縣變成一個什麼樣的產業聚落 那我覺得這個 再從平經濟的角度來講 縣長這個應該你有很深的想法 等一下跟觀眾分享一下 好不好 稍微 好回來我們來看潘縣長怎麼拚經濟 我相信屏東有他自己的產業定位 那縣長原來也是從企業出身 然後再從政 我相信這種對經濟的感覺 你一定比別人敏銳 所以我想屏東現在慢慢他有一些產業聚落 正在成形 將來的發展 他的產業的型態 現場有什麼想法 是 我講屏東是這樣 傳統在過去被定位於農業縣 那所以在就位的部分就比較低 只能從事農業 那我在對整個屏東的這五年半 五年半來的定位 我一開始就是說先把 鹹內的除了發展農業的特色以外 我們跟我們的 屏東的水果 這個把農業 所以我成立農業大學 那我們也要讓很多的這個農民轉型 那提升農業的競爭力 那包括我們很多的青農回來 把北漂的也找回來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 在整個青年創業上 所以我成立了青年學院 青年學院就是陪伴的青年 大概用講座或是用大店長的方式 讓整個青年學院的年輕人願意創業 你必定要有一個創業的基礎 那我們分別在這兩個訓練的基地裡面 就是培養種子 那這兩個訓練基地都給他融資的貸款 給了立期的補貼 讓他們可以在從技術面生產管理 財務管理成本分析都可以提升 那這個部分的確造成這五年來 我們看到很多的青龍的故事 甚至北漂返鄉的 甚至很多的青年創業 第三個部分同步這五年半來 我們成立招商單一窗口 就是把閒置的工業區的土地先去媒合 雖然是私有土地 但我們招商引資 成立招商單一窗口 把企業能找進來 我們大家很多的名單跟我講 屏東怎麼會沒有陸科 竹科或是這個 他基本上因為這種工業區 這種高科技產品 他必須有這個產業鏈的一個聚集 當然我目前也在爭取藍科的一個分區 在屏東 那因為藍科已經飽和 那屏東特色是在農業 所以當初的規劃農業生物科技園區 已經在我們的大概農科的所有全體同仁 包括我們一起協助之下 他已經飽和目前第二期 在今年也第二期一百七十五公頃 也在招商 那我們大概閒置了這些這麼多工業區 我們來媒合廠商 這幾年大概四年來的當中也媒合了 把閒置的一百一十六公頃的土地 全部都媒合這個產業進來 剛剛提到 怎麼大家這樣怎麼巧心 全台灣世界 全世界做最鋼圈最大的 認為的跑車都要用它的 包括這個面板 全台灣最大的面板 這個太陽能面板 現在太陽能在屏東看起來 現在裝那個裝住太陽能的 在屏東密度蠻高的 對這個模組廠最大的也在屏東 所以其實這招商就帶動舊業 一個是創業一個是舊業 所以這一點看到我們 我們看到整個這個交易 比較欣欣向榮 那當然產業鏈的部分 我們也在鼓勵很多年輕人的新創 那新創是一個未來坦白講我是有一個夢 但是因為我知道那個土地取得不容易 現在整個尤其這次疫情 看到全世界居然居然像很多的高科技公司 他在居家辦公會比他原來到辦公的成本還要低 對 所以現在以這個資訊網 只要WiFi只要有視訊的話 基本上距離不是問題的 並不一定要集中在一個office 那如果在屏東以他這樣是一個宜居低碳 那又是一個好生活的地方 他慢活的地方 如果建構一個區塊 我幫年輕人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現在很多年輕人到台北來就業 那我是覺得這一次像高雄市 屏東縣你們兩個在隔壁 那將來就是說如果年輕人在南部創業 那他其實不要像到台北 你租房子就很貴 買房子那個不可能 但是如果說因為他的創業成本 在南邊是最便宜的 那有沒有機會現場有沒有這個機會 就是說年輕人要創業 我把屏東縣打造成一個 新創的一個花園地 或是變成一個大家 像以色列這樣 全國都在搞新創公司 如果屏東他變成一個 大家能夠在這個地方安居 然後有創業的地方 我覺得那個對年輕人未來 可能有另外一個新的想法 那這個部分除了新創區以外 我剛剛還在提了一半的就是說 把它打造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區域 他可以住在那裡工作在那裡 那生活狀態 不過這個未來的夢境比較大 那如果新創區這個會比較快 以屏東這樣的一個這個屋價 生活成本會比北部還低 那你要營造那個場域 目前我們在密地當中 也在規劃這樣的一個新創區塊 那土地取得一沒問題的話 這個新創區塊未來會帶動 像早期的矽谷或是早期的 很多的一些研發基地的地方 他們其實可以創造更多的 那個蘭里蘭里估計的預算的 蘭里估計的那種經濟效益 未來就是會在那裡 是一個紮根萌芽的地方 那當然這個經濟的改變布局 產業的布局以外 我就覺得農業的生物科技 也是屏東很大的強項 屏東現在有幾個台灣最好的水果 都從屏東來的 那我們現在從屏東的這個水果果菜 我們複合再利用最後結合生物科技 這是我們在農業在發展最高的一個鏈 就是說早期的農業都農業發展 都是慣行農法 那我們輔導農民去加工他的價值 然後他可以調節季後 那可以去做調整物價 那甚至的包裝設計 然後讓他去做網路行銷 讓他可以個別的一個平台建構 每一個人都是老闆 每一個人都可以去寫故事 那這樣會讓年輕人願意 比較去接受這種新的農業 那甚至把一些附加的產品 將來跟生物科技的結合 可能主席人不清楚 我現在把屏東變成 過去是一個搖眼代名詞 接下來我們要把它變成是一個品牌的屏東 比如說屏東過去 大家不知道有咖啡 我們這幾年來 每一年像產區 像紅酒的概念 有波爾多區 有什麼產區的 比如德文的 山地門的 有這個馬加的 用產區的比賽 一樣 大家不知道屏東有居然有 可以得到世界金牌的巧克力 我們這五年來 每一年辦比賽 像今年我們馬上又要辦的 現在正在舉行的亞太區的這個可可的比賽 已經幾十個國家在報名 那這個都是在讓我們的業者參與這樣的競賽 自我提升自我淬煉 那他自我提升的機會的時候拿到的 哎唷我吃世界金牌 那不一樣 所以這樣的造成產業的提升 跟產業的轉型 從農業的部分 從咖啡可可一樣到產業的部分 那再結合可能就不知道 我們見過了品牌屏東 你說咖啡也可以做面膜 做生物科技 可可也可以做面膜 然後可可的殼也可以去做 做這個紙張 那包括檸檬啦菜啦 包括紅藜啦 紅豆啦 黑豆啦 都可以去做面膜 做生技產品 做營養液 上次去看屏東 那個早氣發電 養豬了嘛 我都留下深刻印象 那這個未來也是 因為迅務業是我們大概很多的歷史工業 那迅務業目前我們一直要解決的 就是說把這個廢氣物 整個集中處理 做營養發電 然後再把廚養也加來營養發電 那這個會是整個循環經濟 最大的一個展現 好 今天在拚經濟這一塊 我想現場是妹妹都聚到 我也希望說屏東有一個 未來發展的主力產業 能夠把屏東帶得走得更遠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 從觀光到產業的發展 然後回來之後 我們來看看 在這一次 現場一直在推動高鐵的通車 那我想現在到底有沒有進度 就是說大家認為 現在政府也合可 但是將來怎麼打造一個高鐵 到屏東的一個更快捷的一個路網 那我想這個對未來屏東的發展 那我想現場依靠全盤的考量跟計畫 稍微請教現場 好 歡迎再回到現場 我想現在高鐵的南沿的方案 那交通部大概已經規劃了 那現場在爭取這個高鐵的南沿到屏東 其實你幾乎用烏紗帽來賭注 就是說你是非常堅定的 希望高鐵能夠通車到屏東 現在進度怎麼樣 現場有沒有規劃說高鐵通車之後的屏東 大概會變成什麼樣的模樣 我想不單只是我的個人的夢想期待 也是大概所有憲民 我們歷屆的民調 或是我們嚴考所做的民調裡面 大概有八十八趴以上的屏東人 是希望高鐵到屏東的 那對整個交通平權而言 對國土計畫也好 其實這個坦白講 過去不管幾十年來 整個交通建設都愧對屏東 就我個人屏東人而言 在都會的人在臺北人沒有感受得到 因為沒有這種切身之痛 那對屏東人而言這種切身之痛 你出門不像都會區有捷運 是幾十年的累計 那有便捷的公路網 有便捷的快速道路 在屏東並沒有 一九七七年西部幹線的第一條高速公路 中山高 是從基隆到走營 到鳳山 並沒有跨越高屏西到屏東 那屏東才開始有高速公路 是在第二條高速公路國山 在二零零四年才一小段到屏東 你看現在鐵路電氣化 一九七九年西部幹線 全部鐵路電氣化 東部鐵路電氣化 也在二零零五年完成 屏東到現在為止 才要鐵路電氣完全電氣化 還有潮州仿寮這個長代四座 南維鐵路現在才要剛好電氣化 這個就是整個在城鄉的落差 所以公共大家都很清楚交通建設 是整個城市發展之母 那交通建設不便捷 哪有這個整個人流物流金流 就是落差很大 所以在這個部分連廠 剛剛主持人所關心 你是財新專家 廠商投資意願也會當然降低 從運輸的成本 從人來的成本等等 這些都造成整個產業凋敝 包括人口外移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們一直在想說我個人從政以來 在尤其在零五年進到立法院 立法院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在高鐵還在興建 那時候還在興建的時候 我們知道高鐵在興建的時候 一直希望那個時候進到立法院 第一天就要求高鐵 是否能從新左營藍延到屏東 那好不容易在二零零七年的十一月 已經有規劃高鐵台鐵共貨共購到屏東 那很遺憾的 到一直到零九年 政黨輪替做又沒了 對 零八年輪替沒有 更慘烈的事實是 零九年的時候把他做了整個案結掉 然後十一那個時候就把他變成一個 這個案幾乎是不可能的 那當然我們也在期待也不放棄 那開始到一六年又政黨輪替 我這次在跟中央要求說 這個部分應該延續 過去被堵掉了 那沒有辦法 但是這個這個主貫賣 主動賣如果沒通 頭到腳沒有通會卡罵而已 只有到沒有到末端 那一定會卡罵 那整個國土計畫裡面 從西部幹線一日生活前不能獨落屏東 所以我們認為我常自我開玩笑 調感說屏東是一個遙遠的代名詞 他是一個地理名詞 我們開車到墾丁一下子都三個小時以上 對 所以這樣的當中對屏東是何其不公 所以我們在整個交通路網 包括整個鐵路網公路網 到包括高速鐵路 這個部分我們希望能夠延商 那這當中裡面從一六年開始 經過三年的可行性評估 有兩條路線 一個新左營到屏東 一個是燕巢到屏東 交通部決定新左營到屏東 那我個人也是坦白講我個人 我就比較喜歡從燕巢到屏東 但我們尊重他專業 因為他要分叉 那因為這個部分是因為他比較多公有地 第二個而且比較直線距離比較短 但是交通部有他的一個專業考量 我們尊重所以新左營到屏東 那這個部分已經在今年我自己參加的四月份的時候 國發會已經敲定 然後就送到交通部 交通部在審核 然後送到在六月二十三號 已經送到行政院了 所以這個只要行政院核定 這個馬上就可以進行後續的 後續的環境影響評估 包括綜合規劃 就開始進入到細設這個部分 還有一段時間要走 但我們更希望是趕快核定公告 那這個後續 那從高鐵假設來 很多人有不同意見 所以認為屏東做農業線的 有需要高鐵嗎 屏東沒人坐 但是我個人認為這種評估都過於狹隘 我們個人認為說 屏東你的交通品 也是需要被重視 或是被歧視 你怎麼會講說農業線的人不需要 不需要這個高鐵 那難道都會的人就不需要吃飯嗎 這些都是一樣的道理 我認為公共國家公共建設 在哪裡新建 我們都基本上樂觀其成 但怎麼樣的營運成本 這就是政府存在的價值嘛 那你政府存在的價值 就是要去做投資公共建設 那不然要你這個政府幹什麼 就是要整個達到區域的均衡 所以當交通部行政院裡面 核定西部高鐵東部快鐵 這樣的一日生活圈的島鏈 用把這個缺了一個島鏈 能夠把它縫補這樣的一個島鏈 我認為這是一個民智之舉 當然有些人問我們講說 怎麼不拉到潮州 怎麼不拉到房梁 怎麼不拉到墾丁 這個運量 那你一定要有一開始跨越高平溪 我常在講 跨越高平溪是一個門檻 一個天檻 幾十年的重大交通建設 都沒有跨越高平溪 高鐵你說一家只要拉到墾丁 我個人開玩笑說 拉到成本消費要考量 拉到菲律賓我都沒意見 最重要是你要讓它跨越高平溪 你才能跟首都這邊做連結 那你跨越高平溪 將來他循著台北的軌道 可以到潮州仿寮 那做一個調度站基地等等 那這些才有可能 你跨越高平溪都沒有 不可能從空中飛過去 所以這個部分基本上 我個人是樂觀的 那自己講說賭烏三號是因為 當初四月份的五月份的定期大會 在六月初的時候 宜言問我 他說這個怎麼還沒 我說這個一定會做 我個人有參與的會議 那我也把這個 當為我在從政的職至 從政裡面對平溪兩件大事 其他的我們都可以自己來迎刃而解 來解決面對 就是一個但這個部分必須中央 就是醫療 這是重大的醫療的部分 需要中央的協助 重大的交通建設 哪一間國家的 哪一間不需要交通部 都是需要交通部 行政院的支持 所以我們需要的 就是整個重大交通建設 把屏東也納入裡面 所以這是我們大概在屏東 長期幾十年來的醫療平權也好 交通平權也好 或是文化平權 我們在集起直追 期待的就是得到這樣一個區域的平衡的發展 那站在國土的計畫 國土的發展 我們也更期待 這樣的一個高鐵的新建 會帶動整個產業鏈 這個快速的人流物流等等 那這個會區域的發展 也會更均衡一點 像高鐵在營林設站 我就充分感受到 因為後來增加了 像那個苗栗到田中 那個三個新增價 營林效益最大 為什麼 營林設在府尾 到什麼地方都是大概十五分鐘 到二十分鐘就到達 我現在回老家的話四五分鐘就到了 這個很方便 主持人可能當初雲林要設站 跟彰化要設站的時候 那時候的所謂的評估 是不具價值的 不具可行 雲林下抽最多 但是現在雲林的要求要徵班 這代表當初評估 它的效益是很大的 他不知道一個點一個站 他引起的周邊的效益 或是他整個帶動的 不要講商業 那最起碼在整個人與人之間的物流 或是未來的投資等等 他們帶來的一個經濟的效益 那是難以估算 現在我們前瞻計畫 其實政府在這個公共支出 要有更大的想法跟企圖心 所以我想我非常支持 鐵道高鐵的南沿 這個我想如果落實的話 我相信對屏東的發展 那個效益是非常大的 我們可以須目以待 那等一下回來 我們來看縣長這一生 其實你一生就花在屏東 那也許將來有機會更高的服務 那我覺得就是說 這一路走來 你怎麼來看 這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 等他回來 你來跟我們談談你的心得 好不好 好 我們節目漸進尾聲了 我想上個月在屏東的眾議會 你辦得很成功 大家都給現場很高的評價 那我也特別想說 在你這樣在屏東已經五年半了 這個五年半一路走來 從立委到縣長 像我看你每天都很認真 這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 跟我們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其實做什麼要像什麼 那我想我們常來自我勉勵說 沒有傘孩子要跑得比誰快 那屏東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先天不足 後天失調的縣市 當然我們不會自困籌城 也不會自願之外 因為我們也有我們的優勢 在今天上交通比較不發達 沒有工商發達也比較不發達 但農業或是觀光是我們強項 包括其他的產業 所以我們調整整個戰略測試 那我個人作為我一個屏東縣的現場 我更責無旁貸 要怎麼樣去把這個城市 像一個設計師一樣 就好像我們極力想爭取更多的機會 我們累積了四年的能量 這四年的能量去做局處的整合 讓一加一大於二 所以我們在從燈會的當中 或設計展當中 我們把不同的元素顛覆了屏東 三十年來的第一次這種燈會 設計展十七年了 才第一次到屏東 我們把生活的情境 設計的東西是整個生活情境 而不是只有服裝建築 那用這樣的一個精神來破壞屏東 讓整個大家共同的參與 激起這個現民的榮耀感 那包括剛落幕的這個全中印 也是歷經二十四年 這個都是對屏東人而言 大概這幾十年來 大概比較沒有這樣的一個方式 但我們希望的就是企圖心的就是說 讓屏東能夠被看到 讓屏東能夠被討論 以前大家可能對屏東只是屏東兩個字 等於遙遠的代名詞 屏東就是等於墾丁 好美好漂亮好遠 這樣的一個角度 那我們大概想怎麼樣去把屏東 變成品牌 品牌屏東 屏東他不再是一個遙遠的代名詞 他是一個產業聚集 或者文化藝文推廣 像我們剛剛昨天剛剛講的 現在大概在瘋國旅 我已經把它又轉型到另一個 藝術文化的旅程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旅程 不同的族群有他不同的族群的旅程 那在屏東 我們比較感到驕傲的是 在我們不同的職業列別 不同的年齡層 他共同需要被關注的一定是他家庭 所以我大概有一個全年照顧的 就是我大概我在這個部分 我個人做得比較紮實 而且也認為比較有共同的一個 跟團隊大家努力的結果 那至於我個人從政過程 其實是一天做兩天擁 那就像我們傳統農村的孩子一樣 點點做 攝影子做 讓老天爺自然會看見 那我個人從一九九三年 下面代表兩界的議員 我因為我來自農村 來自漁村 也比較對基層的語言 包括產業的瞭解 也比較從基層的那種部分 也比較清楚 那包括三界立委到這個 其實是每天在忙碌當中 但也可以得到很多的成就感跟心得 但是我認為不管做什麼 要像什麼就是權力以赴吧 到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 而且要把它敲得更響更亮 現場一定是未來政壇的潛力股 這個是可以期待的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最近發生震驚全台灣的 有六個立法委員 因為收費有的被羈押了 有的交保 這個時候其實也提醒大家 我覺得我們很支持小英聰總統 在關鍵時刻就是說民進黨能夠 在得到全民的付託之下來執政 這個執政一定要打造一個防腐的機制 也就是說當如果大家 挾全力去某個人的施力 我相信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任總統大概都在第二任的任期 他出現狀況 包括阿伯總統都一樣就是說 如果你的紀律不夠嚴謹 這個時候大家用政黨的力量去謀起個人施力 那我想這個黨的腐化 老百姓很多的雜音就出來了 所以這一次也是給大家一個提醒 就是說在邁向青年執政的路上 我想總統要非常大力來好好澄清立志 這個事件爆發之後 我們希望說該沿辦就沿辦 把所有的事情攤開在陽光底下 那我們希望說認真的人能夠在社會的評價當中 他不斷的能夠更上一種來為社會來服務 今天非常感謝縣長擺盲當中 讓你北上一趟 然後這個來跟大家分享 你的五年半的縣長心得 謝謝縣長 謝謝 也謝謝大家觀賞 下週同一時間請大家繼續收看 我的天啊 高等一者 我們來看見 我來看見